这样的话会不会美国会怀疑什么 台湾国军竟然会缺肉 美国可能会心想说 难道还要让我卖更多的莱猪给你吗 你们怎么会缺肉 我们再卖多一点莱猪给你们 这个讯息让美国人知道 他会卖更多莱猪给我们 马祖缺肉有人押消息吗 那郭正亮就说 美国这样子发现的话 会不会严重怀疑台湾的 之前是说什么 不买武器 或是说什么 两岸对战起来的话 美国要支援我们的话 美国想要看我们台湾保卫自己的决心吗 那现在缺蛋缺肉 被发现的 而且是军中缺肉 从来没有听过军队缺粮 这样子会让美国严重怀疑 台湾军队管理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美国会怀疑什么 台湾国军竟然会缺肉 美国可能会心想说 难道还要让我卖更多的莱猪给你吗 你们怎么会缺肉 我们再卖多一点莱猪给你们 这个讯息让美国人知道 当然会卖更多莱猪给我们啊 你觉得有可能的打酒好不好 不是已经卖莱猪给你们了吗 我们不但卖武器还卖莱猪 而且你笑呵呵 重点是我们没有条件的交换 我们吃莱猪到底得到了什么啊 提醒老大一下 我们吃莱猪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们到底有得到美国的什么 还是说莱猪有一个功能 就是会让你忘记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让世界看到 让世界看到我们吃的莱猪 然后什么都没得到啊 得到布雷车的订单是不是 还要了台积电 对我们到底吃了什么啊 不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啦 这个政府不会解决问题 但一直知道问题 得到一声爸爸啊 谁讲的SHO 得到一声爸爸啊 你好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次周四 晚上10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 所以我们不离开 不离开 就是这个蛋糕了 不离开 咱们开始